詞・曲・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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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時候 他找我的時候我也很意外 因為那時候我在溫哥華拍另外一部電影《候鳥》 所以那個時候拍的時候接到他們電話 我就想說好啊那就等我回來 后来回来以后才知道说是他在法国 找到一个法国的电影公司要投资他这个电影 但是整个但是这个片子都在台湾拍 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到巴黎拍这样 所以他就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来帮他忙 因为那时候他准备要在台湾成立 他自己的一个电影公司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后来我就下来帮忙了嘛 就就来合作 那跟蔡导演合作是因为我在跟他合作 他就已经很是因为爱情玩 所以得了很大的一个一个奖 所以就变成说他其实对我们来讲 他就是一个大导演在那里了 所以跟他合作其实也还好 因为他本身平常他就是非常平易近人 就是他一直都是他 他没有改变对啊蔡导演 后来04年的时候我们再度合作天边一朵云 也是就觉得他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 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在楼下 他自己住在办公室楼上嘛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一起 就比较贴切一点那一阵子 因为筹备电影啊制作这样子 那我只是觉得因为他确实是一个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 而且很就是说他把这个电影当作 他跟我有点点类似异曲同意 就是说这个电影是他的生命 对他用比如说用小康这个演员是他的生命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来对待他自己所创造的电影 那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很伟大的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记得他每天晚上他都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室办公嘛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他就会自己要煮菜 给我们工作人员吃 因为我们赤片组当然组加起来五六个人嘛 所以每次就说如芬不要走我晚上做菜这样之类的这样 然后炒菜什么 那可是他很好玩 然后早上起来是白天说他很害干净他会扫地 常常在办公室扫地啊 你看到哪个哨把在那边从燕子扫到办公室里面就他 那扫扫地他就会开始干嘛 他会问剧本的事情 他的剧本是在他脑海里 因为你跟他合作其实你很难猜出这个故事是什么 因为他从常常都是一张白子里面整个几个字 小康上厕所啊或者什么之类 就是常常是这样的一个剧本 所以他那个不叫剧本啊 对我来讲是 我说导演你这个怎么 我怎么弄预算啊 你只能讲整个的概念 我自己大概评估判断一下预算而已 因为你没办法评估 我连场景多少个我都不知道 因为你有时候一回说他去买鸭肉 妈妈出门去买烤鸭 因为谁又出门去干嘛 或是他在房间干嘛 那但是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判断啊 所以就变成说只能一个论举 你跟他合作你要很知道他的那个 而且他在讲剧本的时候 有时候讲一讲一讲一讲 他在炒菜或扫地的时候 他就会把那个过程说 Ruven我跟你讲我觉得小那个什么 鹿姐现在应该是要怎么样 把你买菜 他就把那个故事东西 所以你要能接得上 你跟他就说对导演我知道 因为他原来那个几个白纸黑字的那个 你大概看你自己要记得 大概照他的意思 所以你跟他对话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突然就呈现在 他那个剧本创作的状态 他在炒菜也是他在做剧本的状态 扫地的时候也是在做剧本的状态 他的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都是 随时随地在他生活中 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他其实已经超出做电影这件事的本身了 所以他做任何的 你看他画面的设计也都很像一个静态的一幅画 只是他把静态的画连在一起而已 我自己感觉了 因为他对美术还有摄影的位置 像我们做天边一朵云云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戏是在香崎的家 他一个角度那摄影机的摆 然后两边 这边小康偷偷倒西瓜汁 这边还在切西瓜炸西瓜 那我就觉得他用这个东西 这个镜头镜位是他摆的 因为我在现场 所以我就觉得他很有那个 他自己知道想要什么空间 包括挖地 钥匙有没有埋地 他去抠那个钥匙 然后地突然裂 然后水就跑出来 我觉得他有很多隐喻 可是那个就是他的创意 他的那个创造性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从他 我跟他合作这两部电影 看到这个导演的精神是在这里 有点不一样 而且我跟他合作 我们去法国拍的时候也蛮有趣 因为大家都很尊重蔡明亮 所以像我们去法国的咖啡店喝咖啡 他们如果是很重要 你讲你跟蔡明亮是工作者的关系 我们那咖啡是免费的 所以我都会说 嗯 这个还蛮好用的 所以就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说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导演 他在法国是备受礼遇的跟尊重 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虽然他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他的成长背景 整个的创作的电影 都是在台湾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以前是写过那种 《计程车十几米》 《南云连续剧》的一个创作 还有一个小逃犯这样子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可以冲头这样的电影 我觉得他是 他很懂商业 他的商业其实不是在台湾 他的商业是在国外 所以可能是在欧洲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 其实他不是艺术导演 他是商业导演 只是 对啊 就像我讲的 商业是在欧洲 对 我们应该是从这样的视野 来看待这样的导演 你就会知道他活在的价值了 对啊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